魂老爹 趕電玩 大家好 之前老爹有做一部影片 就是說我們的那個 高階競技場這邊 這個 這個軍須 軍須關 須關 競技場軍須關 這個要換 換哪一隻 那時候老爹拍的是天使哥 那麼就有人在留言問說 那要不要換這個惡魔 各位觀眾 換這個惡魔 老爹這次有下了功課 各位觀眾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我們的高階 不對 在我們的巔峰競技場 第四賽區裡面 冠軍賽裡面 的確有人用了 好我們看到了 這個第二隊 他是用的是惡魔配綠翼 各位觀眾 好沒有問題 那麼老爹有學有樣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惡魔到底比較值得換 還是我們的天使哥 各位觀眾 好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就來用惡魔 打這個怨靈馬車 各位觀眾 這沒有問題的 好 綠翼三本柱 剛好是老爹最強的角色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沒有問題 然後呢 陪上我們的惡魔 綠翼一隊 陪上我們的惡魔 完全的沒有問題 各位觀眾 好 睜大你們雙眼 究竟要換天使哥 還是要換我們的惡魔哥 惡魔帝好了 各位觀眾 惡魔帝 好 睜大你們雙眼 看看我們的惡魔 究竟有多兇漢 他呢 基本上 噢靠 噢靠 各位觀眾啊 老電話都還沒講完 就可以打贏了耶 這完全可以啊 各位觀眾啊 這怎麼回事啊 各位觀眾 這個好像都是這個 這個 這個貓女打的耶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再來測試看看 因為我們的惡魔哥呢 他本身就是屬於 這個 輔助型的 各位觀眾 他是輔助型的角色 我們把這個 這個該死的貓女拿走好了 不然他一直 他一直 他一直搶走我們的那個惡魔哥的光彩哦 好 沒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好沒問題 老電的烏龜哦 也是非常的兇漢 各位觀眾 看清楚 我們的惡魔哥究竟有多兇漢 能坦 能輔助 沒有傷害 好像也有傷害啊 各位觀眾啊 這個綠隊配這個惡魔哥怎麼這麼強啊 完全的可以啊 各位觀眾啊 這傷害是可以的啊 好我們來看一下傷害表哦 好沒有關係 總而言之呢 高手們會這樣子使用哦 一定有他的道理哦 嘖 嘖 嘖 可是看不出他的傷害在哪裡耶 好我們再 我們再測試一次好了 我們不要用這三隻好了 我們用光耀的 好 好 各位觀眾 我們把凡人的綠衣隊拿掉了 因為這個綠衣隊實在太強了 都會搶走光彩哦 我們來試試看哦 惡魔哥是不是百搭的哦 各位觀眾啊 跟穿衣服一樣是不是百搭的哦 好 我們用惡魔哥配上我們的光耀隊 是否一樣如此的兇漢呢 好沒有問題哦 看起來是沒有問題的 各位觀眾 這個惡魔哥隨便配都可以啊 怎麼這麼強啊 又過關了啊 各位觀眾啊 這完全沒有問題啊 好 雖然惡魔哥在我們的這個隊伍裡面 他這個 這個 這個傷害表啊 補血量啊 貪的程度啊 似乎都不是很高哦 可是 因為我們的惡魔哥啊 他本身就是一個 輔助型的角色 他本身就是一個輔助型的角色 我們看一下他的技能哦 我們看這邊啊 主要職責啊 各位觀眾 是簡易啊 他的主要任務啊 他的主要職責是簡易啊 所以你不能要一隻貓 然後去游泳啊 各位觀眾 這個道理是一樣的 就像我們在學校呢 不會唸書就被當成是沒有用的小朋友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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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觀念是完全是錯誤的 各位觀眾 所以我們這個惡魔小朋友呢 他本身就不適合唸書 他比較適合打籃球 好不好 所以他 而且他打籃球的時候擔任的是這個 後衛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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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工作 所以說 你不能叫一個後衛去灌籃 各位觀眾 你懂嗎 你懂意思嗎 所以說我們的惡魔哥 是非常的兇悍 完全都沒有問題 增大你的雙眼 各位觀眾 惡魔 惡魔哥的這個助攻啊 是不容忽視的 沒有惡魔哥 就沒有今天的光耀隊 好 還沒有問題喔 這個惡魔哥是一個默默 默默復出型的喔 所以 你在傷害表是看不出他的功效的 各位觀眾 不過完全沒有問題 我們只要看到他 對於隊伍的 隊伍的貢獻 有多大就可以了 好 完全 完全的沒有問題 我們在第二場 我們打這個地獄哥布林 各位觀眾 真打你們雙眼啊 地獄哥布林是完全打不通我們的 因為我們有惡魔哥在 我們惡魔哥是一個非常強悍的後衛 他可以輔助我們的隊伍 取得這個冠軍 完全沒有問題 我靠 這惡魔哥真的是強耶 各位觀眾啊 我們的隊伍是完全一隻都不死啊 這一次的確是讓老爹蠻意外的 這個惡魔哥是完全的可以啊 這個惡魔小朋友是非常的有潛力的 你不要叫他去唸書他就沒有問題哦 你不能說看他傷害表 很低 然後就覺得他很弱 不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把一些 這個搶風頭的先拔掉好了 怎麼這麼多愛搶風頭的角色啊 好 各位觀眾 真打你們雙眼啊 我們惡魔哥是百搭的 完全沒有問題啊 我們的隊伍 如果有惡魔哥的存在 所以一隻都不會死啊 還可以一直屌打對面啊 至於要換誰呢 這個 各位自己 自己自己自己 自己去判斷一下吧 天使哥也是很強悍的哦 各位觀眾啊 但是惡魔哥是非常的百搭耶 天使哥是 自幹王 各位觀眾 天使哥是自幹王 那我們的這個惡魔哥是屬於輔助型的後衛哦 他是BUFF隊友的 那麼你喜歡一隻會BUFF隊友的角色 還是喜歡自幹王 這個就讓你們自己去選擇哦 這個沒有對跟錯 好非常的輕鬆哦 是打了比較久一點 不過沒有關係 本正只要能獲勝 一切都沒有問題的 各位觀眾 我們的惡魔哥就是這麼強悍 好 對面只剩一隻 配上我們的光盾 根本就是 對方完全打不痛我們啊 各位觀眾 好 最後一集 沒有問題啊 惡魔小朋友就是這麼強悍啊 好 那麼呢 我們要挑戰大魔王關了 各位觀眾 如果你不相信惡魔哥究竟有多強哦 他可以把一堆廢物隊友哦 然後讓整隊變得非常的強悍哦 我們來找找看我們的廢物隊友有哪些哦 好 我們用紅色的這個 各位觀眾 這個隊友夠廢了吧 完全沒有邏輯的組隊啊 各位觀眾啊 完全沒有邏輯的一隊 好 各位觀眾 真大的雙眼 我們的惡魔哥 就是不管跟誰搭配 隊伍就是非常的強悍 沒有問題的 一個強悍的後悔 可以讓整個非常爛的隊伍 打出非常漂亮 欸 幹你娘 各位觀眾 我們剛剛惡魔隊 放錯位置了 惡魔應該放在下面才可以哦 這次是完全的沒有問題 好 我們再來 各位觀眾 震大人的雙眼 看我們的惡魔 欸 幹你娘呢 刺小 各位觀眾 你們打過籃球嗎 有白癡把後衛放在前面的嗎 後衛當然是要放在後面的啊 這次完全的沒有問題哦 這次我們把後衛放在後排 這次惡魔哥一定沒有問題 我們帶著這群廢物隊友 各位觀眾啊 這隊友真的太廢了 這不行啊 你能叫一群高中生去打NBA嗎 這完全的不行啊 我們換掉哦 各位觀眾 這完全不行哦 我們挑一個 至少 至少他要是個NBA球員才可以啊 你拿國小生去打 就完全不行的啊 各位觀眾啊 老爹挑幾隻真的是比較 沒那麼強的角色啊 這次總行了吧 好 各位觀眾 後衛放在後面哦 震大你的雙眼啊 只要是NBA的球員呢 我們的後衛 就有辦法 把他帶 帶進去冠軍 誒幹你 你還怎麼又死啦 真的是很難選耶 好吧各位觀眾 沒有關係 事到如今 我們就上我們的神魔隊啊 各位觀眾啊 神魔隊你敢信啊 好 各位觀眾 這一隊是非常的豪華哦 惡魔隊哦 惡魔天使隊哦 這沒有辦法啊 如此不可叫也啊 剛剛那一群廢物啊 這惡魔哥是想救也救不了啊 各位觀眾啊 這一次是完全的沒有問題啊 我們惡魔哥一打五 完全的沒有問題 各位觀眾 整打你的雙眼 我們惡魔哥一個人啊 他不需要其他隊友啊 其他隊友完全的沒有幫助啊 我們只需要惡魔哥一個人啊 就可以過關啦 各位觀眾啊 看到沒有啊 一個打三個啊 真的過關了各位觀眾啊 完全的沒有問題啊 好 果然隊友還是要有點樣子 我們惡魔哥才能發揮他的實力哦 好 各位觀眾 至於選誰呢 經過老爹這一次的 這個測試下來呢 老爹自己選天使哥啦 你們要選誰你們自己看著辦 好 各位觀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 拜拜